比较可靠的说法有两个 一个是末月在1980年代盛藏烤炉的新竹地区 为了队内销售烤炉 于是发起了中秋烤肉活动 后来逐渐蔓延全台 变成全民运动 另一个说法则是知名酱料厂商 做了一家烤肉万家乡的广告 连播好多年 逐渐建立起民众中秋节一定要烤肉的印象 今年我们已经决定没有例外开放合并 台北市所有的公共场域都不开放烤肉 那我想市民的素质也非常的高 大家也都可以去判断 这个行为是不是一种群聚 所以我们在此还是呼吁大家尽量减少群聚 当然也不鼓励在任何场域或户外 或你的阳台来做烤肉 好想烤肉 那中秋节你要怎么过 中秋节可能就只能在家里吧 只能在家里这样过 因为现在在外面也不安全 所以想要出去烤肉 或者是做其他事情 应该都很困难 那你觉得中秋节之后会有新的疫情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很多人也不会遵守规矩 然后就这样出去或者是烤肉 所以我觉得疫情有可能会这样再扩大 中秋节四天 不会想出去就想待在家里而已 习惯的房地生活 可能烤肉吧 那在家里是厉害的 跟朋友聚一下就好 那你觉得之后中秋节会不会疫情爆发 会 我相信 我觉得好像会 就可能 就聚一次就好了 对 偷偷的 在家吧 因为现在疫情就不能出去 那你觉得中秋节之后会有新的疫情爆发 就 怕怕的 再来待一家里 对 所以就除了工作就都不会 比较少出门 中秋节我应该是上班 上班 对 对对对 我上班的话 就没办法过 我没有办法过 那你觉得中秋节会不会 过后 会不会有疫情爆发 我觉得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但是 目前政府的规定好像都是 禁止在户外烤肉 所以 如果大家真的有可以遵守这件事情 稍微忍耐一下 应该有机会可以控制住这样 中秋节你们要坐 中秋节 在家 在家 在家里 你们不会想要吃烤肉之类的 你现在 现在都不能出去啊 然后可以在家烤肉啊 应该不习惯 中秋节快到了 那你会想要怎么坐在中秋节 因为好像也不太能群聚嘛 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可能我自己是找了几个朋友 去台东 然后他家 可是人数就不多 就四五个这样子 那你觉得中秋节之后 会不会有更多的疫情之后 我觉得应该会下降 但是我是因为发现说台湾疫苗越来越就是 补给率越来越高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比较下降 但是其实有可能有变异的嘛 所以不好说 一天比全新建坊大员 这是中秋节 你还烤肉吗 吃肉要配菜 诶 那也祝各位观众 中秋节快乐啦 那也不要忘了做好防疫措施哦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分享 再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的影片到这边结束 那我们下次见 中秋节快乐 拜拜 拜拜 中秋节 中秋节 烤肉烤肉 烤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